片堂集《月谈天后》叶倩文以《希腊女神装》献身记者会 宣布将于9月举行三场宏观演唱会 老公林子祥就送上《Intermedially Yours》的字画祝贺 已经多年没有举行演唱会的Shirley 调师为了大家开心 她将会拼老命活出去 而且以实际行动聘请了两名俄罗斯拉丁舞老师寻求突破 她坦言因为香港没有多少舞蹈员能够举得起自己 因此在排舞的过程中摔得很惨 甚至连腰都要扭断 被问到是否会邀请老公林子祥在台上供舞 叶倩文表示林子祥若不禁风 连山太阳都会晕 根本没有能力 她看不下去 她看不过眼 她已经觉得 她看我两眼已经觉得好累了 她已经要回去了 她有时候会看我的羽毛球比赛什么的 不过无论是叶倩文还是林子祥 他们当中无论谁开演唱会 对方都几乎一定会现身红管上台助阵 因为他们结婚前实在有太多经典的情歌和唱 所以这次林子祥的助阵应该早在意料之中 当天记者会举行之后第二天 就是叶倩文与林子祥结婚16周年的大喜日子 从叶倩文的口中 林子祥仿佛不懂温柔 但是却是会无声无息随时给自己炮制惊喜的好男人 所以两人从地下行到现在 关系依旧那么甜蜜蜜 明天16号明天16周年 我们暂时他还不知道我们明天16周年 所以我等一下回去透露一下 看看暗示一下看看有没有反应 因为我明天其实我自己不小心约了打球 我也不知道是17号了 最近排舞排东西排得我头都昏了 所以我不太亲我忘记了 然后我就跟他说我明天会打球 但是我看他记不记得我们要吃饭 所以如果要见面的话 我就把球取消掉吧 搜狐视频娱乐播报香港报道